这是齿鹅家族里翅膀比较另类的一种齿鹅 毛穿孔齿鹅 等会再介绍它 既然它是主动来找我玩的 那就先让它上到手上来再说 这个时候用一根手指轻轻地往它的脸上贴过去 然后它就会慢慢地到你手上来 一定要慢一定要轻啊 别让它感觉到害怕 好 这已经到手上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这毛穿孔齿鹅是齿鹅科穿孔齿鹅鼠的一种飞蛾 它的主要特点是它的前翅上有两个穿孔 而这只我们看它没有 因为它是一只母的 而雄性前翅肌部有两个穿孔 它的后翅后颜还有一些不规则的小毛树 这两个穿孔的目的是为了模仿两个眼睛 这样看着就像一张巨大的脸 导致它的天敌不敢随便发动攻击 而雌性的这两个穿孔就非常的不明显 只能看到隐约的一点点 最后其实在五国南方地区很多地方都有分布 最远的居然分布到了西藏那么冷的地方 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在野外找到它的 齿鹅科的飞蛾它不像其他的飞蛾 上手之后它会到你手上乱舔乱吸 到处要舔一下是什么味道 这齿鹅它很乖的 到手上来之后它就不动 就这样乖乖的跟你玩 但从这个角度 其实它的口气还是隐约可以看到的 那里卷着一小圈 只要你不去随便碰它的翅膀 一般它都不会跑 现在其实已经稍微培养出它的一定的练手情节来了 它在手上它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 看这个翅膀是不是非常的特别 其实在设计师眼里这就是满满的灵感 但是可悲的是 现在被很多的游戏公司都拿去做皮肤去了 搞不好这个视频被那些做游戏美工的看到 就成了你下个赛季的游戏抽奖道具 看它山洞翅膀的这一颗是不是非常的好玩 其实我们和自然界的这些小昆虫 是完全可以和睦相处的 时不时的你去逗一下它玩 它说不定还会很开心的 等完了一段时间你想甩掉它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因为它这练手情节已经完全上来了 它在你手上它不想跑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想无伤的赶走它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啊 让它的翅膀轻轻的碰一下 它就飞走了